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参加联合互动直播购物平台的Shop Shops 哪逛发起的公益活动 hashtag shopaapi购买亚裔商品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5月份的6号 7号 8号这三天呢有十多位非常知名的博主 将在纽约和洛杉矶两个的五个亚裔商圈进行直播 网红地点打卡 公益捐赠拍卖等近30场直播 身体力行共同支持aapi 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获得100美金的专属优惠券哦 三天的直播场场精彩 从纽约的China Town到得到嘻哈巨星设计大神追捧的Popular Jewelry 再到K Town的刘玄生圈子里最聚首可儿的Souju House 诗穿助用心应有尽有 亚裔商圈以及中小商户呢 在美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 通过网红博主交叉导流 这次活动在疫情之后为亚裔拥有的店铺增加了大量的在线曝光流量 并且通过用户边看边买的行为增加新的销售模式和机会 Shop Shops 哪逛 在2016年呢创立于纽约 通过打造社交化的直播电商平台 为店铺像商家呀 品牌呀 还有主播 销售啊 博主啊 以及全球用户的三方提供服务 在北美宣布5月的aapi式主题月之前呢 Shop Shops 早就已经部署计划 迅速和平台上相关的商家进行沟通 同时呢也和不少的Instagram上面的红人达成了一致的目标 通过媒体的报道 博主的预热 广告的投放 以及社区渠道等各种方式 号召更多的用户来观看购买亚裔商品的商品 扩大亚裔商户的影响力 增强中小商户面对疫情之后发展的信心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亚裔的群体 也就是支持华裔 支持我们自己哦 作为这次活动的合作媒体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曼哈顿东村的台湾餐馆886 参与了Shop Shops的一个直播活动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台湾餐馆886的名字就来源于台湾的国际区号 诶 两个主播已经开始直播了 我们来看一看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特别节目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主播 让他介绍一下自己吧 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Hazel 老黑 然后我是一个男装设计师 我同时也在做男装首饰是属于自己的品牌 这样 然后我在周末的时候呢 会为Shop Shops做一些古卓首饰的一些直播 以及逛整个曼哈顿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 对 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博主 James 让他也介绍一下 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观众 举办的意义是什么 我是Hazel 就是这个活动在我看来的话 主要就是为我们的亚洲群体发声 那同时的话呢 也可以支持我们当地的一些亚洲的产业 包括我们的这个台湾BASE的这样子的餐厅 以及韩国各种的我们都会进行的一个宣传 那同时的话 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群体 以及在曼哈顿的这个群体他们都在做什么 对 嗨 Jame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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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祿美 嗨 亲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特别节目,这一位是这个餐馆886的老板Eric,而且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Eric,我是886的厨子兼老板,哇,厉害了厉害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 最近的疫情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影响,你有没有疫情有关店啊,或是影响到生意的情况,我觉得疫情对我们来说,当然所有餐厅打击都非常大,那对我们来说刚开始三月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一线希望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些调整,我们做便当送给医护人员,当初是三月到五月的时候,然后还渐渐慢慢开始开放,开放室外开放室内,我们都有一步一步的去跟上, 那当然,营业额没有以前那么的乐观,但是还是慢慢一点点点去把它补回来吧,对,那至少目前还是可以收支平衡,对,目前是可以,就是我们有这个室外的这些摆饰,就算是纽约政府很给面子,你知道,帮我们多加一整个餐厅在外面,没错,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希望你们的生意能够越来越好, 那最近像这个Asian hate的这个情况啊,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声音,或者是你有没有观察到在你的店的附近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对我们的声音影响不太算大,不算太大,反而是就是对我们 所有人整体的心理上的影响比较大,就是会感觉说,可能多一份负担吧,然后多一份担忧,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员工也是亚裔的,那怎么样去保护他们,怎么样确保说大家,下班以后大家可以存伤存对的走,然后或者是少坐公交, 那帮他们付那个车费啊,等等等等的,都是一些我们在考虑的这些手段,不是手段,方法,但是就是等于说多了一份担忧,然后大家对生意上影响不太大,那我们毕竟算是在比较多年轻人的地方,所以还算可以接受,对 那现在打疫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然后疫情也慢慢的变得缓和了,感觉纽约马上就要重新开放了,然后 那整个室内的这个容量也会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容量,那你对未来,在疫情结束之后有什么样的愿景呢? 疫情结束之后吧,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更去体谅一下餐厅,餐厅实在是很难做,那经过这一年真的是变得更难,就是原本就已经非常非常辛苦一个行业,现在我觉得这疫情让餐厅所有的, 就是就是一个一个business的缺陷全部都展现出来,就是大家的cash flow是非常vulnerable,然后很很难去维持,假如说一个礼拜生意不好,很可能就倒闭,然后你知道大家也都是人,所以怎么说,如果有些地方招待不周啊等等等等的,可以多给大家机会,多给餐厅机会,毕竟都还是人,那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多有点同行心了,因为好累, 是是是是,所以观众朋友听到了嘛,要多多关注餐馆,多多支持餐馆,这个做老板真的很不容易,那听说您除了是老板以外,您刚刚说您还是个厨子是吗? 呃,对,呃,基本上,这家餐厅的食物都是我设计的,然后菜单是我写的,然后,但是,现在我就是比较在外场,找到客人,聊聊天打打屁这样子,但是,你所有吃的东西都是我经过我设计的。 所以,哦,所以这些口味啊,或者是调料啊,搭配啊,基本上都是你自己的special design,那能不能跟我们稍微聊一下,那这两道菜,这三道菜有什么跟其他的,呃,做同样类型餐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哦,好,没问题,so,这个是我们的牛肉卷饼,那它是以,葱油饼做外饼,那其实这个也说,也不能说是很少见嘛,对不对?很多餐馆都有,但是,我们的葱油饼是用煎的,是用煎,半煎半烤的,而不是炸的,所以它本身比较不会那么腻,然后酱的话,我们是用甜面酱搭配一个我们自己做的辣油,打的美乃滋,然后呢,放非常非常多的黄瓜,所以它吃起来是油油腻腻,但是不会那么腻。 不会说特别的有负担,所以它还是有非常多的口感上的那个差异,那个textual contrast。哇,美乃滋,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有在牛肉卷饼里面放这个sauce啊,非常感觉中西搭配的感觉。那这道菜呢,感觉它放了很多就是油炸的这个basil,这个。对,so,这个是创造,创作灵感源自于台湾的严肃鸡,那当然是,所以这些那个炸的九层塔, 就是算是致敬台湾严肃鸡,那这个鸡本身呢,是有点像台式加韩式,那个酱是一个蜂蜜,然后也是用我们自己做的辣椒油去摻的蜂蜜,所以是一个chili oil honey,它辣辣甜甜的,口感非常好。 然后上面还撒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胡椒盐,所以是台韩台,台韩。对,因为我吃过这一道菜啊,它的这道菜跟其他的严肃鸡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口味偏甜,因为它放了甜甜的蜂蜜在里面,是不是。对。所以它就是, 绝对,因为它有蜂蜜就会比较甜,但是呢,甜又不会太死甜,因为还是加了胡椒盐啊,然后还是加了辣椒油,它就本身就会产生更多味道的冲击。 我已经等不及要吃了,尤其是这道卤肉饭,这道绝对是我在所有的台湾菜里面最最最最喜欢的一道经典的卤肉饭,这道菜对您来说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还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这道菜压力很大,因为卤肉饭跟牛肉面嘛,就是这两个是以台菜来讲说最经典,那你两道菜都需要做好,尤其这卤肉饭是我们开业以来,它一直以来都是销售第一名,从来没有被打下来过。 那我们的自己的recipe是加了花生酱,所以它更浓稠,然后加了很多猪皮,让它胶原蛋白,可以让把它的酱整个变成非常浓厚,然后可以覆盖每一颗米粒,然后再加上自己炒的酸菜,然后一个半熟蛋,跟很多很多香菜来搭配,就是每一口都有不同的口感口味跟油腻感的搭配,非常好。 哇,你讲着讲着,我们摄影师小哥已经流口水了,我们等不及要尝一尝。 好,谢谢Eric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个我们要准备,真的要准备开始吃了,感谢您的盛情款待,谢谢,我们一定会多多支持您的餐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要开始享受美食啦。 最爱吃的严肃鸡。 我今天果然不一样,这个盐酥鸡。 这个牛肉卷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里有美乃滋的酱,是我平时在牛肉卷饼里面看不到的,虽然我吃了那么多的牛肉卷饼。 这款真的很特别 啊!是我一手 吃上不太好 对不起 这个卤肉饭 基本上是我在纽约 整个纽约吃到过的最好吃的卤肉饭了 味道非常的正宗 但是看上去它配料很简单 但实际上它放了很多小心机的材料在里面 大家知道炖卤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这个材料基本上有十几种 哇!好香!好香!受不了了 好香! 我不吃了我给大家留一口 走在曼哈顿东村San Marks Place的街道上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感觉这里又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样子 但是还是有一些我曾经去过的小店搬走了 或者是永久的关闭了 那些在疫情当中撑下来的小商户们 期待着夏天的到来 期待着纽约的重新开放 Shop AAPI 请大家支持这些亚裔的小商户们 以我们自己的力量鼓励他们挺过疫情 挺过反对亚裔仇恨的这个浪潮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还有更多的直播等待着大家 我们明天见吧!